我身边是谁 今年春晚的主持天团 给他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妮 大家好,我是朱熹 大家好,我是康熹 大家好,我是朱熹 大家好,我是思思 这样吧,咱们先听爆料之前 先做个小游戏,好吧 就是不说我的词 每位嘉宾都随时配戴一枚关键词 这枚关键词只有自己不知道 通过同伴提问猜出自己的词 并且无论对方问什么 都不能亲口说出却没关键词 一旦说出,几位失败 就是很自觉的 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盯一下 他们几个人谁在看 我使劲发现我的这个 航光还是不够长 航光还是不够长 什么都敢说这样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什么意义吗 真正的康熙是什么样的 它绝对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个康熙 对对对 哎等会你不要看这个啊 你不要偷偷 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我觉得有点嫌疑 我没有看啊 我没有 看不见 你的那什么光也不够长 穿透不住气 我们先请鲁鱼哥哥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好不好 来 今天这个节目 那个11点59分 再加一分是什么时刻 再加一分是什么时刻 那是你最紧张的时刻 什么时刻 大家一般在什么时候放鞭炮吃饺子 吃什么 放鞭炮吃饺子 吃什么 吃什么 谁能告诉我 吃什么 吃什么呀 吃小泥 吃小泥 这样吧 我们先从鲁鱼哥开始 跟我们说一说 我还要从我开始 这次春晚的感受好不好 这几场表排下来的感受 来鲁鱼哥说一说 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 小泥表现特别好 小泥都特别的睿智 小泥这个节目 叫什么来着 最有魅力的那个时刻 开门大吉 开门大吉 鲁鱼 因为你说这帮老谋深钻的人 没有一个能说出来 康辉哥 你大年初一一般在家看电视 你会看什么 我大年初一就睡觉了 谁还看电视啊 谁还看电视啊 初二呢 初二估计就刷手机 不看电视 新闻联播十点半有一个 十点半 九点吧 九点 刚才一进来就说你穿得特别像个新娘子 我闻到了陷阱的味道 当时就管我们要什么来着 份子钱 亲爱的网友 抱歉 我们这个环节可能要持续六个小时 每个人其实都知道自己身上是什么字了 我就说了零点咋了 是零点吗 我就说了饺子咋地 有点春晚总重播 看不看吧 我就说了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就是不说 我就说了 我就说了 今年春晚给您送大红包 哎呀 谢谢谢谢 谢谢 2019年的春晚呢 现在在做的最后的准备 今年呢就打造一个 幸福庆新年奋进新时代 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也一起再给大家提前拜个年 祝福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祝福中国 祝福世界